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带来降雨的主要原因 而今天降雨的雨区主要就是在 迎负面的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花莲 而明天持续受到这一道云气通过的关系 今天有下雨的地方明天还是会下 但是在台东地区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发生 而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关系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隔 我们再重新一张地面天气图 来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在温度上的一个呈现 刚刚一开场就有提到 这个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的低温 而今天平地地的最低温 就出现在了淡水只有16.8度 感觉是稍微冷和一些了 而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封面会更加远离我们 相对地来看 冷空气影响我们的程度 也就会越来越大了 明天的位置会来到华中地区 而预估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明天在北部平地地区的最低温 会降到比今天来得低 也就是跟今天变化不会太大 会降到16度 而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温度会降得比平地地区来得低 就以这个和欢山来说 预估明天的最低温 会降到接近到5度 所以在高海拔山区活动的主人 要注意这个保暖的工作 另外也要顺道提醒 在中南部活动的观众朋友 因为天气好的关系 日夜间的温差会越来越悬殊 预估白天的温度跟入夜之后的温度 都会有10度左右的落差 所以提醒在中南部活动的民众 要适时地增减一物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中南部活动的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在沿海活动的民众要随时注意海面上的风浪以及潮汐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夜平安